什么叫做绝望 就是当猎人靠近受伤的陀露时 步枪突然失灵了 被陀露追着打 这一刻史蒂文感觉害怕极了 这跌荡起伏的一幕 发生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中部地区 史蒂文是一名全职猎人 也是一位美食家 这次他与好友瑞安组队 来到这片茂密的沼泽地区 寻找陀露的身影 此时是陀露发情的季节 攻陀露会漫山遍野的寻找配偶 而瑞安善于口技 会模仿母鹿的叫声 这对狩猎将是一大帮助 两人顺流而下 横山开路御水搭桥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后 他们终于抵达了地方 岸边不仅有陀露的提印 还有灰熊的爪印 处处都在说明 这里是蛮荒的国度 不过在狩猎陀露之前 他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条河里生活着一种公尊鱼 这是史蒂文从来没有钓过的鱼 因此他想要圆一个梦 为了不伤害到大鱼 他们采用的是没有倒钩的直钩 两人暗自比拼起来 而瑞安的钓气更胜一筹 他率先钓上来一条公尊鱼 史蒂文也不甘寂寞 他也成功钓上来一条公尊鱼 欣赏过后 他把鱼放生了 现在他们可以步入正题了 两人把船绑在岸边 然后选择了徒步前进 前方是一处海里池塘 他们搭建了大坝 使这里的水位升高了 再加上天空突然降起了大雨 让这次的出行变得困难重重 两人一边移动 一边注意观察四周 史蒂文隐约听到 远处传来一声公驼鹿的叫声 两人立刻警觉起来 小心翼翼地向着声音方向前进 同时瑞安展示了他的绝技 一声唯妙唯笑的驼鹿叫声 向着远处飘荡而去 这必然会吸引来公驼鹿的目光 两人简单地交流后 制定了一个方案 那就是瑞安一边远离这里 一边模仿母鹿的叫声 而史蒂文留在原地 如果计划得逞的话 他将会与追赶过来的公驼鹿 来一场面对面的偶遇 为了演得更加逼真一些 瑞安在模仿叫声的同时 不断地摩擦树枝 模拟一只母驼鹿离开的场景 这会让公驼鹿更加地着急 以至于降低了警觉性 可惜呼叫了很久 迟迟不见驼鹿的身影 于是两人沿着声音的方向 继续前进 行走了没一会儿 史蒂文突然给出了手势 前方好像有情况 树丛里隐约有动物经过的声音 两人定睛观察 果然有一只驼鹿冒了出来 史蒂文略作瞄准后 果断地开枪了 枪响过后 驼鹿引入了灌木丛里 史蒂文确信 刚才已经命中了目标 瑞安感到不可思议 他可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史蒂文就已经开枪了 平复了心情后 两人开始追踪这只驼鹿 随着前进 史蒂文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刚才瞄准的是心脏 按理说驼鹿应该倒下了 可言图上没有驼鹿的身影 说明他可能搞砸了 而受伤的驼鹿将会变得暴躁无比 两人刚决定分开行动 史蒂文就看到了驼鹿的身影 于是啪补了一枪 并在填充完子弹后 他快速地追了上去 可惜茂密的灌木丛 严重遮挡了他的视线 驼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 史蒂文有些鲁莽了 他一不注意 与驼鹿来了一场拐角欲见爱 看到驼鹿站了起来 史蒂文准备终结他的生命 可是关键时刻 步枪突然抢核了 这一枪没法开出来 而驼鹿已经向他发起了冲锋 吓得史蒂文慌不全露 只恨自己没有长出四条腿 幸好驼鹿受伤了 他才能拉开距离 瑞安看到时机 果断地开枪了 而这次驼鹿终于倒下了 史蒂文大口大口地喘气 缓解一下激动的心情 瑞安忍不住打去他 说他屁股上有个洞 玩笑过后 两人去检查驼鹿 发现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这是一只体型巨大的驼鹿 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天空突然响起一个雷 暴雨可能要来了 看来今晚要在这里露营了 两人要回到船上拿东西 沿途做一些标记 很快倾盆大雨袭来 还夹带着冰雹 不愧是蛮荒的国度 天气变幻莫测 两人顶着风雨回到了杀戮现场 并生了一堆火 然后开始了肢解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 首先要把驼鹿的毛皮包掉 再把肉按照不同的部位切割下来 然后分类打包 最后依次搬运到岸边 等到第二天天亮 他们再把肉挪到船上 然后踏上了返程 两人顺流而下 终于来到了停车的地点 不过在回家之前 他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 史蒂文切下一块嫩肉 准备烤鹿排 并扯下来一根鹿骨 直接把它扔进了炭火里 鹿肉还需要处理一下 他往上面撒了点盐 然后放在铁锅上间 瞬间响起滋滋声 等鹿排烤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们把大骨头取了出来 并用石头把它敲碎 将里面的骨髓倒在鹿排上 骨髓会起到类似黄油的作用 两人品尝起来 味道相当发适 此物只应天上游 人间难得几回文 瑞安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品尝到 如此美味的食物 这令他感动不已 男人狩猎了一只驼鹿 获得了300斤的肉 他将其中最好的肉 拿来做牛排 又将大腿骨中的骨髓倒在上面 美美地享受了一顿 男人叫做史蒂文 是一名全职猎人 也是一位美食家 今天他来到蒙大拿州的西南山区 准备狩猎一只麋鹿 在他的认知中 麋鹿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肉之一 但由于这里的地形复杂 再加上冰冷的天气 使得狩猎麋鹿变得困难重重 而其中最麻烦的事情是 这里还有其他的猎人 史蒂文必然会与他们形成竞争关系 而今天他的运气还不错 刚抵达地方 他就发现了几只麋鹿 其中就有一只成熟的公麋鹿 他们就活跃在半山腰上 史蒂文全副武装地出发了 可路上他发现了一件糟糕的事情 那就是雪地上有三套靴子的轨道 说明前面已经有三位猎人 正在追踪麋鹿的图中 史蒂文拿出望远镜观察 可视野里只有两只母鹿 而刚才的那只公麋鹿 已经不见身影了 史蒂文非常的不甘心 但是天空不作美 突然飘起了额毛大雪 严重影响了可见度 史蒂文只能继续前进 试图再靠近一些距离 可他的如意算盘终究还是落空了 因为他发现对面就有一位猎人 可能是他惊动了那只公麋鹿 史蒂文决定包抄到前面 等待这位猎人把鹿群驱赶过来 而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刚到地方没多久 鹿群就从树林里钻了出来 可喜忧参半的是 里面只有一头未成年的公麋鹿 按照当地法律规定 只有完全成年的公麋鹿 才能成为狩猎对象 而此时天色渐暗 再加上气温俱降 史蒂文只能无奈地结束 今天的行程 第二天清晨 他再次回到这里 继续昨天未完成的狩猎 而今天有种时来运转的感觉 只见山脊上 就有一只合法的公麋鹿 史蒂文决定去前方等待 那里是麋鹿经过的路线 可他很快就高兴不起来了 原来还有一位猎人 跟他想到了一块 史蒂文需要争分夺秒 而对面的猎人 明显也是看到了史蒂文 双方都在假装没有看到麋鹿 希望能误导对方的判断 不过经过观察 史蒂文确信 对面猎人的目标 就是这只麋鹿 他不愿意跟人起冲突 于是选择了主动退让 之所以如此大方 是因为他还知道 一个备用的狩猎点 这是他的一位朋友告诉他的 这里的地形更加险峻 被称为断角台 这个名字来源于 麋鹿有时会从山路上滚落下来 史蒂文费了很大的功夫 才抵达了这里 而他的辛苦付出得到了回报 他刚拿出望远镜 就看到了一只麋鹿群 仔细地观察后 史蒂文眉头紧锁 原来这些都是母鹿和小鹿 里面并没有熊鹿 就这样 史蒂文静坐了几个小时 看到了很多麋鹿经过 可惜除了一只未成年以外 他还没有看到符合要求的熊鹿 静坐了几个小时 使他变得越来越冷了 而体温过低是真正的山地杀手 他只能升起一堆火 先暖和一下身子再说 同时理清一下思绪 好好研究下接下来的计划 距离此地三英里之外 是山谷的对面 史蒂文想看看那里会有什么 而视野里 正巧出现了两只宫迷鹿 这反而让史蒂文陷入了纠结中 他如果前去追踪这两只迷鹿 可能在天黑之前 无法完成狩猎 同时他还惦记着 现在的这个位置 万一出现了宫迷鹿 他反而会完美的错过 现在逝去还是留 让他难以抉择 不过思考再三后 史蒂文还是决定留在原地 如果今天狩猎失败 明天再去山谷的对面 而结果也不出所料 他依然没有等来熊鹿的出现 四日清晨 天蒙蒙亮 史蒂文就踏上了征城 今天要前往 昨天发现两只熊鹿的地方 等到天彻底亮了 史蒂文也抵达了地方 雪地上有杂乱不堪的鹿蹄 他来到一处高地 开始静静地等待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 史蒂文的心 渐渐地缠了下去 因为他看不到 任何弓迷鹿的身影 他不禁后悔不已 昨天就应该果断地追踪 那两只迷鹿的 而狩猎就是这样 一旦没有把握住时机 结局必然是失败的 史蒂文吸取了这次的教训 最后只能无奈地结束 这次的打猎 等到明年的狩猎祭 他再来试试狩猎迷鹿